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边人跟洗了脑一样 S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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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来说SKR 真是火得无法无天 笑SKR人 热SKR人 晒SKR人 我跟你SKR到底 SKR明明白白 大家都中毒了吗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词火得真的是好SKR SKR到底是什么意思 尽管大家都英武学者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SKR真正的意思 SKR本意是女生词 是rapper模仿汽车在高速飘移 或急转弯 石像胶轮胎 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不过 在吴亦凡这里 变成了中文里的赞的意思 很多懂嘻哈的人表示这词 又被吴亦凡乱用 于是一时之间 全民还是说SKR不是造具 就是制作表情包 犹如洗脑一般朗朗上口 SKR成热词 商标肯定也跟着热闹 众所周知 每年网络热词 IP一直都是商标抢注的热点 这不 一经查询起邦邦小编就发现 SKR商标的注册申请 真的是轻易色的多 就问你忧不忧 但抢注SKR商标未必能成功 第一 纯英文商标注册 不管是同名称 还是从外来看都太过于单一 尤其SKR还是纯三个英文字母商标 肯定是商标近似的重灾区 商标局在审查时 不仅会审查该商标的近似英文商标 还会审查该英文商标的中文含义 审查其是否和已注册的中文商标构成近似 因此有些字母商标 因为其具体含义与己注册或申请 在先的中文商标相同而被驳回 第二 如果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中已经有SKR商标 那你说如果我把SKR进行变形再加工呢 除非你设计出来的SKR商标图音不叫SKR 否则仅从视觉上行 那一定的艺术变形 还是会被判为近似商标 在已注册在先 魏文则的国家中 只要不是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上 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 网络IP热词 谁申请注册日期早 这词就归谁 注册一个商标花费上千元 转手卖出利润可以翻好几番 这种商机真的求之不得 就看谁走快 习邦邦十年专注于知识产权服务 商标局正规并然代理机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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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